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老师 各位企业精英 大家下午好 我们是数目标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的组号是 永久的数目标 生活更美好 接下来请听我公司的小型介绍 下面由我来开始为大家介绍我们青植标有限责任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左上方是一个绿色的标志 然后它由图纹两部分组成 由绿色颜色为主打颜色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logo 在屏幕的右侧是一个白色的天梯 在天梯的尽头是一个开启的大门 这也预示着我们希望公司的发展是蒸蒸日上的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目入有九部分补偿 稍后呢我们公司的各个部门会为大家 在公司的组织结构市场营销策略 SBOR的分析核心价值曲线等方面 会对大家做出详细的介绍 更近大家对我们青植标有限责任公司的了解 青植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3日 位于吉林省昌义区 负责资金是50万人民币 形成的是一组经理领导下的职能扑门制组织结构 青植标组织产品新颖独特前景无限 我们仅仅是为了提醒拥有青植标生活更美好 这也正是响应了我们公司的口号 下面由我们的基础研发部总监为大家这种介绍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公司的全景 我们公司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是非常人性化的公司 所以要致力于给员工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 这些是我们公司的技术设备 这些都是同行业中一流的设备 这个是我们的总店 地址设施责标家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分为竹根雕 竹筒鸟和竹片雕 那么竹根雕以地区的人物为主 竹筒雕就是以像笔筒或者水杯之类为主 竹片雕以地区的人物为主 那么就看到这是情侣盘点 还有车室 颜合庄前方等 下面由我们公司的技术 人之间这些账 这是我们的公司执政 再看一下 我们的执照税务等级表公章 法能代表章亦以继权 我们公司由下车部门总经理 沈俊杰 销售部经理 杨志勇行政组建 蔡公喜 火力资源部经理 吴俊 技术研发部经理 潘宋伟财务部经理 赵本采购部经理 徐中立 还有我们的总经理 助理李平韻 下面有请行政组建 大家先留下一个大第一 这是我们公司的 我们的产品课施账的一天 大家看 我们产品的话 我们产品的特色 主要就是在这个产品特别上 这是我们第一大优点 我们产品不是产品在几分岁 是一个新产品 我们产品设计吸引食的大方美观 第二是我们的服务 我们公司的资源都是经过账的 就极想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在这个技术上 因为机器的购买 使用这一开始是比较难的 一个产品不是还好 它也比较一样 一个没有多量的工作 这是我们旁边的执行家的现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游质比较有两年 第一年是我们总经理 我们总经理 说是在主义书香 对主持产品 有非常丰富的标记 我们总经理 我们总经理 为人乐观开朗 积极进取 他就有变成为末世间 与证与千里之外的 领导者其他人 和吉祥的任务内力 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公司一定能够走向成功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销售部 销售部经理 他就有多年从事销售的经历 实战经验非常多 我对他的了解也非常多 因为我们合作非常多 我相信有他提及我们公司的销售部 我们公司一定很快能在吉林 吉林这个地方打开市场 我们的劣势主要在财务部 有我们公司新成立 一个公司它有一个公司的特点 一个公司它有一个公司的财务特点 我们企业 我们企业的 我们企业 那个部门之间 合作非常莫及 凝聚力非常强 下面有请我们销售部经理 所下介绍 下面看到的是本公司的 实户的分析 我们的优势在于项目新有 那么我们的劣势是 运输和采购成本较高 我们的机遇是 我们的项目前景无限的广阔 我们的威胁是 创新和营销能力较为薄弱 下面是本公司的风险与对策 我们在行业风险上 行业运作不规范 那么我们的解决政策是 积极推行行业立法规范行业行为 在政策风险上 难以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对策是 加强对政策的研读 抓住有利政策趋势发展 我们在市场风险上 竞争者较多 那么我们的对策是 发展特色和个性化产品 在技术风险上 我们的技术力量非常的薄弱 那么我们的对策是 加大公司基础研发顾问的投入 我们在资金风险上 公司出创 在资金非常少 那么我们的解决政策是 吸收社会上的风险投资 在管理风险上 我们最远把有利有效的管理经验和创新型的管理理念 那么我们的对策是 对各部门经理进行培训 加强部门经理的管理能力 下面由财务部做介绍 来看这是我们公司 一到六月份的现金流动情况 这是七到十二月份 现金流现金流动情况 我们公司 年现金流量达1658万 总支出达322万 这是我们公司 一到五月份的利润情况 这是六到十二月份的利润情况 我们公司总收入达406万 总支出 总支出263万 总利润为143万 我们公司的投资利润率达45% 下面于全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为大家介绍公司院景 我们现在我们清博交友在各种公司 作为一个新体的公司 在这个新体的行业 我们把公司的发展 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主要是以中党的情绪事件为主 发展期限为三年左右 第二阶段发展的产品 主要以上中党的产品为主 为期五年左右 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在发展中党情绪事件的同时 也是主力的发展上中党情绪的产品 到了第三个阶段 我们是以高党情绪 这家装饰品为主 为期八年左右 在第三阶段 在保持以前产品的基础上 逐步扩布到高党进入一家仓市产品为主 产品的消费群 也逐渐的走入千家乱户 消费群也有了很大的扩张 经历了三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企业的中心目标 就到了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将我们的清福雕 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成一个雅铃性的体验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最后我们清福教有限责任 我们是预复各个公司 不务高兽 终究遇上 咱们前面的交易